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掌柜说言松传 我们继续讲 言松的耳顺之年 耕虚之变始末 今天是第48回 可怕的突袭 看来这周 我觉得是耕虚之变是讲不完了 那索性咱们就把节奏放慢下来 细说说 听掌柜给你胡扯 上一回咱们说到十天爵被捕 以后十天爵最后被杀了 这件事跟曾喜被杀有没有关系 咱们现在不好说 可是肯定的说 曾喜被杀跟以后蒙古矛盾激化 有直接关系 曾喜就是因为激化了 与蒙古的矛盾最终被杀的 这个十天爵事件成为以后耕虚之变的直接导火索 安达进犯大明 表面上的理由就是为十天爵复仇 十天爵被杀 开放马士以后成为战争的借口 借口背后 我们得看到那是安达的崛起 是吧 安达因为这一系列事件成为蒙古人心中的领袖 不只是咱们搞阴谋 这个世界我跟你说 学好难学坏就是一出了 咱们说说 是吧 曾喜手下这个文官 惹事了这个大同总兵龙大友 这个龙大友啊 跟大家说 其实是个好人 而且是个 怎么说呢 是个从历史角度上来说 很好的人 名史当中有他的传记 而且呢 而且名史当中 一句都没有说 说他跟曾喜有关 是吧 说他跟曾喜是上下级关系 这是 这是掌柜说的 在史书上 龙大友 清正联名 就这么一个人 也是那种文官的 咱们说历史上文官的代表性人物 但是有机会啊 为什么掌柜说他跟曾喜一定有关呢 有机会大家看看他的传记 把他的传记和曾喜的传记 你放在一起看 是吧 你会发现一件事 就是他是一直跟着曾喜的 从辽东开始 这两个人的履历就高度一致 曾喜担任三边总督 加大同总督的时候 龙大友就以文官的身份 担任大同总兵 后来都说龙大友犯下的错误 其实跟大家说是曾喜 龙大友就是一路跟着曾喜走过来的 他算是曾喜的亲信 要不怎么会那么巧说曾喜走到哪这龙大友就就跟到哪 明朝的事情 明朝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说看了闹心呢 就是好多事你不能细想 想多了会悲伤 最后会抑郁 杀死石天爵 跟大家说也不是完全是针对蒙古人的 石天爵我们当时就不认为他是蒙古人 更不认为杀死他会是对蒙古的冒犯 杀死石天爵是针对大同的驻军 这是一个内政问题 当时执行的政策 国家政策就是闭关政策 但是遭到了各地的抵制 首先就是来自于边疆的这些部队的抵制 反正这事你明白吧 于是有个龙大友接手在大同总兵以后 就开始整顿边防 杜绝这种走私 从大同到北京 你想吧 是形成了北京永定河商路的 北京永定河这条商路 从门头沟进来这条 就是走私线路 走私贸易已经踩出了一条路 你想当年的规模有多大 龙大友当时不敢把军队怎么样 尤其在大同这边 你根本惹不起军队 于是呢 于是这龙大友就拿商人说事 这就引发了当地蒙古商人的不满 是吧 你得从蒙古人的角度看 我不知道你们啥政策 有人跟我贸易是吧 我花钱买货 这没啥问题 我花钱进货 这有什么问题呢 最终引发了蒙古驻大同的商务代表 就是这个石天爵 跟龙大友的争吵 其实呢 其实说这是一个 我们叫商务摩擦 或者干脆我跟你说 这都不是对外的摩擦 这是咱们内部的摩擦 是大同的文官和武将 在贸易问题上的分歧 导致我们在外贸工作当中陷入混乱 引起一场商务纠纷 你不能说文官政府不让贸易 然后军队让贸易 结果这是蒙古人的责任 是不是 你不能这么说 当然你也得说是从两来 这石天爵也真的是可恨 是吧 最后他被杀 他有不冤的地方 因为他他就在钻空子 在钻你这个文武不和 将相师和的空子 这是他可恨的地方 可是最后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 为什么掌柜说 这个中国和大明和蒙古 最后进入战争状态 咱们应该承担的责任多一点呢 就说不管这石天爵有多可恨 这龙大友啊 不应该把咱们内部政治斗争那一套 用在蒙古人身上 龙大友抓捕了石天爵 然后向朝廷报告 报告什么 报告蒙古商人谋反 而这个汉人石天爵充当内应 你明白了吧 两件事 第一是蒙古商人要造反 第二是石天爵这个汉人要充当内应 要里应外合 其实不是 这两个罪名 咱们说都是 都是子虚乌有 都是栽赃 这是一个纯粹的明朝内斗的手段 就叫罗知罪名 这一套罗知罪名 我觉得咱们打明内斗的时候 用用就完了 多少应该要点脸 不应该用于外交 夏言在接到增悉的报告以后 如获之宝 就立刻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嘉靖 嘉靖我跟你说 很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这石天爵是什么人 因为石天爵在此以前 他的地位非常低 他是蒙古人的翻译 你说嘉靖怎么会知道有石天爵这个人 连蒙古驻大同的外交官可能嘉靖都不知道 就更不知道这石天爵是什么人 而是认为呢 真的是土匪汉奸勾结蒙古人 要进犯边关 所以嘉靖立刻就批复了 石天爵斩立决 以石天爵为首的这几个蒙古外交人员 就这样被大明杀了 这就彻底激怒了蒙古 于是消息传来 蒙古召集各部集结 从嘉靖27年 石天爵死后 蒙古准备对大明发动全面进攻 分裂的蒙古因为贸易问题 已经在此以前 是吧 就已经仇恨 大明很久了 现在被石天爵事件彻底的点燃了愤怒 到这个时候嘉靖才明白 这个石天爵士啥人 嘉靖不想打 所以嘉靖后来指责下言 挑起外交纠纷 结果下言激烈争辩 说是嘉靖命令杀的蒙古使者 就是我们说 前面说家靖甩锅 是吧 下言胆大包天 竟然拿着嘉靖的批示 在大臣面前 是吧 把这个锅甩了 其中这一档子事 就是这个石天爵士啥 下言说的没错 这是嘉靖让杀的 但是嘉靖否认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确实这个人是我命令杀的 但我确实不知道他是谁 我不知道他是蒙古使者 这是你下言 是吧 再挑起纠纷 后来言松指责下言死罪当中的一条 就是下言激化蒙古矛盾 说的就是这件事 以后蒙古历史当中 你看外国史书都是说 这件事大明不对 因为什么石天爵是共使 就是蒙古派往大明的使者 其实我跟你说 也不是 他是常驻大同的商务代表 而且很可能在那个时候 没有国籍这一说 按咱们现在说 他也是双重国籍 是吧 当时干的也都是见不得人的事 从事和军队相勾结的走私 我们认为是走私 而蒙古认为是是正常的贸易 结果呢 结果犯在了曾喜手里 让让龙大友杀了 现在我们回过头去想 当你知道了这件事的起因 下言为什么不背黑锅 是吧 皇帝的锅他都敢给往回甩 史书说史书当中说 说下言生性傲慢 饥饿如仇 这件事是夹净文人说了不算 其实跟大家说不是 下言根本就想不到 这件事会挑起战争 他要的结果不是杀了蒙古人 他要的结果是 是收拾这帮不听话的边疆将领 如果不是后来的事 我想很多大同的将领 会受到这起案子的牵连 下言给皇帝挖了一个坑 你明白吗 皇帝杀错了人 以后面临的问题是 要么将错就错 把错误进行到底 把错误变成正确 支持下言 你就把错误变成正确了 要么 要么就承认错误 下言的回甩 其实是有目的 是这个时候 必须将夹净一军 所以这个话题 下言为什么要挑起战争 因为要收拾这帮边疆将领 一句话 政治斗争需要 下言要执行闭关的国策 但是这帮人 这个政策 有这帮人在 这个政策推进不下去 鲁迅说 向来不但以最恶毒的心 去揣测中国人 这话什么意思 主要原因就是 咱们有时候内斗的时候 无所不用其极 以大同的事情 让人特别惊讶的 不是我们有内斗 而是 这内斗谁 谁也别说谁 是吧 这个世界范围内 这是人类共识 有人类的地方就有斗争 有斗争的地方 首先就是内斗 但是像嘉靖年这样 我们说 更须之变 是吧 现在 现在这种旁若无人的内斗 真的是让人大开眼界的 关于这件事的责任 是吧 杀了蒙古使节 现在蒙古要闹事 关于这件事的责任 我们内部就开始争吵 嘉靖指责下言 下言拒绝背锅 现在这个关键时刻 你看咱们前面说 严松开始敲锣班 敲锣边 是吧 跑到嘉靖那去哭诉 哭诉下言霸道 一方面这句话 在嘉靖心中产生了共鸣 同时让嘉靖看到一条避免尴尬的办法 杀了下言 是吧 你下言飘了 忽悠到我头上来了 是吧 你跟军队斗争 不能拿我说事 现在 现在你啥意思 要打仗了 你现在把锅甩回来 这是准备打输了我背锅呀 是吧 更糟糕的是 以后你想 武将骂谁 是吧 我本身让你当这个官 就是准备让你替我背锅的 是吧 现在 现在不骂我 是不是 现在大家不得骂我吗 一个裁判 要是失去了在队员当中的 在选手当中的这种公允 你说以后还怎么执法 于是这件事最后 曾喜和夏言出事 最糟糕的就是 我们竟然根本没有处理和蒙古的关系 而是全身心的投入内斗 对于蒙古人的大规模集结 我们叫 置若网门 完全没有准备 整个更需之变当中 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就在这 你看嘉靖那些年的历史 似乎不存在蒙古的威胁 更需之变以前 我们认为根本不存在蒙古的威胁 我们现在只能认为 当时的人不认为蒙古对我们构成威胁 否则实在不能理解这种情况 一场惊动了整个蒙古 是吧 为时两年的集结 就在我们边境外面在进行 甚至于到了后来 蒙古的骑兵不断犯边 不断的侵犯大明边界 竟然以后 大明朝是遭到蒙古的突然袭击 就好像天天邻居在你家门口骂街 最后都围住你家院子 开始不停的踹门 我们后来会非常惊奇 这帮蒙古人会翻墙进来 内斗斗争的最高潮 就是嘉靖28年 夏延和曾习死 其实当时的蒙古军队已经完成集结 这场集结用了一年多呀 可见这回蒙古人是真的激烟了 安达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他再一次成为蒙古的领袖 就利用蒙古人对大明的仇恨 所以不是因为杀了曾习蒙古进犯 是吧 而是曾习挑起一个事端 这个事端被蒙古人利用 而大明在惹了祸以后 根本没有重视 是吧 那种中国人的世界观 以我为中心 完全忽视蒙古的存在 你看这种思想的可怕 杀了夏延杀了曾习 嘉靖认为万事大吉 你蒙古人还要怎样 是吧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根本就没有提高边疆的防卫 蒙古大规模进攻的时候 我们正在争论 争论什么 争论哪些干部应该平反 哪些干部应该撤换 整个边疆人心浮动 这个时候曾习这批干部 正面临下岗 是吧 说了不算了 而以前囚栏这帮人还没上岗 就是这样一个时期 嘉靖29年 蒙古突然发动对大明的全面进攻 我们说更需之变不是一场败仗 说他失败 是后来给嘉靖抹黑 给嘉靖抹黑是要是要替下岩名冤 战争呢 战争从核套开始 此时的核套已经已经完全倒向蒙古 就是在核套的这些部落 其实已经都都归降蒙古了 就这里的部落开始倾向于蒙古人 所以蒙古大军从核套长驱之路 战争初期蒙古取得了极大的胜利 那就是一直打到大桶 穿过整个的核套 一直打到大桶 好在呢 好在大桶咱们守住了 甚至于呢 我们以后可以说 雪战大桶 下一回吧 下一回给大家说说的雪战大桶 这一回的题目叫可怕的突袭 是吧 可怕的不是蒙古人的突袭 而是竟然 竟然这是一场突袭 为什么会悲伤呢 因为 因为这不是最后一次 好了 今天的时间我看差不多了 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 这周讲不完了 咱们这周讲不完没关系 下周继续讲 咱们慢慢讲 欢迎大家 加掌柜的微信公众号 掌柜说历史 汉语拼音的全拼 掌柜说历史 我们明天继续 我看下周继续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